12月27日,在刚刚结束的演唱会后,杨成林在社交媒体上,向大家分享了一个甜蜜的小秘密。 他说,演唱会中,两段最嗨的族曲,任一门加未来哈罗加心流感加小茉莉,和忘了加我想爱加幸福国子加理想情人,都是由李荣浩进行编曲的,谢谢李先生的编曲,让这些歌有了新的样子,新的生命,给歌迷们撒了一嘴狗粮后,他还在评论里补充道,歌单是我给的,由他改编和排序, 遭到了歌迷调侃,恩恩恩,知道了,你的李先生跟你一样很厉害,可以说是超级甜蜜了。 杨成林不再演粗制烂造的偶像剧,唱歌技法也与从前大不相同,作为一个拥有忠实观众群的偶像,杨成林也随着年龄的增长,稳步地选择了适合的路线,这是音乐的奇妙,也是企划和运作的成功。